周传雄在孟美琪身上受得委屈 五文革命狠狠提挡环了 2022年 消失一段时间的周传雄 以学员的身份重新站在舞台上 看到曾经的琴歌教父 就连一枪毒舌的丁泰生 也放下自己的架子 对他表示酸敬 看到周传雄小刚老师站到台上 而且我觉得最难得的是 他干干净净 尤其是大家都在调侃 中年油腻 在小刚身上完全没有 你太投入了 我必须表达我的敬意 再次面对众人 周传雄小心翼翼 即便台下评委 对他起解宽散 以后一个小刚老师 他却仍旧心虚地说着谢谢 可损实的孟美琪 却在其他人点评时 翘着二郎腿吃东西 最后即便将他淘汰 也不愿意让周传雄 加入自己的队伍 可能两位老师会有更合适的 和音乐合伙人一起合作 要知道周传雄出道33年 他大火的时候 梦美琪才几个月的 如今却被一个出道5年的丫头 担任导师淘汰了自己 被流量没有心否定 那一刻周传雄眼里浮现的是 尴尬和迷茫 他不太懂自己在大火之际 因为声令退出乐坛 回来后 乐坛怎么病了 流量歌手频出 坚决却少得可怜 一手临时报复脚就能引起轰动 最终他在台上留下了一首 《我难过》后转身了一句 之后的周传雄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 他在演唱会上 同歌迷诉说着自己的迷茫 对网络社交媒体很流行 那我也不太会弄这个东西 我常常觉得 我的歌迷不知道到哪去了 可上山的人又怎敢嘲笑 邪无奇的神呢 见到偶像失落 全场舞完粉丝 开始启声演唱火昏 看到科伊敏被当场骂空 才让人真正相信了风水轮流转 你很牛吗 长得美是个屁 会唱也是个屁 我说你就是个屁 早年的科伊敏 以犀利独时的点评打响名号 面对刚刚上台的选手 女生话都没说完 就直接被科伊敏打断 这是我刚在台下 搞出来的一首歌 什么叫搞出来的一首歌啊 你很牛吗 放下你的身段 把这首歌唱好 我只是紧张 你怎么会紧张了 不要装了 妹妹 而在表演时 女生还没唱两句 她便再次要听 你非常有potential but不要做复印机 复印机是什么 复印机你都不懂 你还会唱英文哦 你看你的pronunciation 你不是Adele 你也不是Aryta Franklin 你也不是Alyta Peace 用了一段中英混合的念评 听得真莫名其妙 然而这还不是她最觉得 在一次表演当中 选手还没开始唱 她就直接让人滚 然后今天有点重感冒 就可能声音稍微有点那个 那不要唱了滚吧 之后或许意识到自己的做法太过分了 录制结束后 Kami 别立刻找到导演 希望将评论剪到 以确保自己的好名声 我讲实在的 就好好导演 知道吗 好好 就说赶紧赶紧 把她给stop it 就剪掉了 而这样的一番操作 也让人看得直迷糊 或许是因为自己嚣张的久了 Kami 似乎把犀利和毒蛇 当作自己的态度 不仅对学员 当自己成为选手站在舞台上时 Kami 还敢怼评委 系的酷内心差点当场晕厥 哥老师 不好意思 您让我先说完 然后你一次回应 好不好 我现在不是在评价您 柯老师 我现在就是在跟您交流跟沟通嘛 我不需要跟你沟通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今天来这儿不是要听我们的建议吗 如果是听建议的话 那么深清 而不是一直不断地跟对方对打 你现在不要点评我 为什么 柯老师 我不是点评您 我只是在一个晚辈的姿态 能不能跟你聊聊天呢 你年纪的我是差不多 好 那我就用平辈的角度 能不能跟你聊天呢 我不想跟你聊天 为什么 主经的Kami 一年过半半 等她再次出现在大众事业 却开启了直播授课 只是让她忘了没想到的是 大家连麦不是为了和她学心愈 而是纷纷开启了跑红模式 OK 你要唱什么歌 来 我唱一首 小XX 你好 请问你要唱什么歌 唱刘德华的P 让我开始喽 OK 好 来 冷的P 开在你的XX上 拜拜 或许她自己都没想到 曾经对别人说过的话 现在都用在了自己的身上